给孩子取名 给孩子取名是每个家长都会经历的,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,父母对孩子的名字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寓意,使得给孩子取名成为了育儿中最重要的一步。 家长普遍认为,孩子拥有一个特别的名字,对以后孩子的各个方向发展都有好处,但是,如果名字取得不到位,可能就会闹出别的笑话。 万先生和妻子是通过相亲认识的,两个人都是来自农村,万先生成熟稳重,妻子温柔可爱,见第一次面两个人就确定了关系。 在见过双方父母之后,不久他们就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结婚了,结婚以后,妻子暂时和婆婆住在一起。 万先生为了让妻子过上好日子,每天加班到很晚才回家,终于在一年以后存下了首付,在县城买了房子。 同一时间,妻子怀孕了,万先生白天上班,晚上早早回家照顾妻子,在丈夫的精心照顾之下,妻子每次体检都显示正常。 终于在十月怀胎之后,妻子被推进了产房,丈夫等在产房外,每一分钟都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。 终于,随着产房内娥的一声传来,儿子出生了,回家以后,丈夫忙着逗孩子玩,妻子和丈夫商量,该给孩子取一个什么名字。 万先生说,在这之前我就想好了,希望儿子岁岁平安,就叫万岁吧。 万岁,这不是一般古代大臣叫皇上的称呼吗? 妻子一听脸红了,这名有点霸气,就点头同意了,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,到了给孩子,上户口的时候,夫妻俩一起领着孩子,到了那里,户籍工作人员知道孩子的名字后,大呼,这是贵族啊,我们一般人可惹不起,丈夫哈哈大笑,有欣慰也有骄傲, 有些父母单纯地认为儿就是养育教育和培育,对孩子的名字看得很轻,总是随随便便取一个就应付了,但是很多时候,可能小孩子一个名字,就能成为一生的阴影,因此,在给孩子取名的时候,家长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。 对此,你怎么看呢?你还有什么好听的名字分享吗?图片来自网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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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